上半年就看到港股跑盈美股的情况 下半年有些朋友喜欢买股票 但即使不是很积极地参与股票市场 其实每个打工仔都会有一个强积金户口 如果想收拾一下强积金户口 例如下半年港股、美股和现金的分布 你会如何建议大家 老实说我觉得收拾强积金可以很容易 亦可以很难 因为不同的税数和分布状况 我们不会有一个意见给所有人 如果有的这些是叫做短炒强积金 真的不太推介 所以我相信现在市面上 我们看到很多强积金公司 都有一个计划 符合你不同的税数和资产分配 年轻的就多买股票 如果快要退休的那些 一定是持有多债券为主 这个策略不会有错 但当然不是代表你一定赢一定输 你一定要赢一定输 一定是说一些短炒的策略 你不会持有短炒强积金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第一方面 特别是你公斤那一部分 你跟回不同的税数 用不同的策略上面会比较好 大致中港两地 或者说中港两地 或者说和美股的配置上 我觉得50分散会比较好 一个原因是美股我们看贪 但是你强积金不是下年才退休 你如果下年退休 你买债券也不关于美股市 如果在长远来说 你可以做一个分住收集 不同地方 你可以带回风险 所以你强积金一定是看比较长线的 你说中港还是港美 港美是一样的 你不同地方分散的配置上 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策略 其实你可以在强积金 买到的目标对象 都是一些很大蜘蛛成熟的市场上 你只要不是说短线方面 基本上没有问题 所以通常你问强积金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看法太短线了 就是很介意年底 整体的return 整体表现上 你看到很短线 我们说如果短线的话 这些是小组 你持续所有的钱没问题 短线不是什么很对冲 就是一些投资好时机 但问题就是说 这些短炒行为 是不是应该应用在自己的NPF 卡上面 这一刻我很开心拿着契机 但问题我相信你落到低位的时候 你更加不会愿意去买 所以其实你维持一个长线分柱级纳的策略上面 问题真的不大 你集中港股又可以 集中美股都可以 但是你的问题 你看到这么多的市场 你越分散得多的市场 你要留意的新闻就要越多 所以简单一点就是说 你和你自己看新闻付出的代价一样 但你问我最好的 当然是分散投资 但问题如果你在这一刻 特别说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人投资了在很多美股上 我觉得你怎样都要 就算这一刻跌了很多下来也好 你要减持一点 可能在你股票的比例上面 或者债券比例上面 平衡和平衡 不要偏重一个市场上面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这一刻我们也在说 环球的经济状况 很多不明朗因素 风险很大 你唯一可以对抗风险 行量平衡的风险 就是分散投资的 你NPF 始终碰在一些成熟市场 就不是一些 照计就碰一些很奇怪的 ETF 奇怪的产品上面 就照计不会有泡沫的情况 所以你只要有时间长线 没有说跑不赢 但短线来说 特别如果你看到未来两至三年左右 那美股的风险的确是相对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可以分散去不同市场的投资 就是你说如果要分散风险的话 那另一方面就是 它有不同的资产类别给我们选择 我见到近日也有一些行 都说分析 就是觉得现在美国的投资者 或者全球投资者 对那个通胀优雷就是很刺烈的 那这个优雷就很大部分就反映在债价上 那令到债息前一段时间就急升 那债价就相对比较低水平 那他们觉得如果大家过分忧虑的话 目前的水平反而是吸纳债券的一个好时机 你又认不认同这个看法 还有如果认同的话 大家又应不应该将多一点的比重 放在债券相关的投资产品上 这个在NPF 上你真的不会这样去说 因为问题就是说你不是下年才退休 刚刚你说的那些分析 机构投资者也好 可能下半年或者突然有一天已经改变了 那所以你NPF 你是不是要维持一个这么弹性 这么变化大的部署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你怎么说短炒NPF 是人都想短炒的了 回报快 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做到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你维持在NPF的讨论空间上面 你没有什么需要去做 只要你不是下年 未来两至三年才去退休 这一刻没有必要做太多的转变 如果股市跌便可以低一点去吸纳相关不同的资产 那便做个低级状况 为什么要分注吸纳 为什么NPF的设价是这样 本身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去到讨论点 刚刚说了 大家关注是否要趴在债市上 因为现在经济衰退 风险在加大 所以短线方面 市场就会关注债价 可能有机会回落 但问题不会回得多 因为联储局来到未来 我们都说有机会 突然间缩票的规模 当一旦加快的时候 债价不是一样会被人抛手 债价也有机会 因为现在未来 为什么市况有这么大的不明朗因素 就是随时有机会陷入一个 股债相杀的状况 所以不要看得太短线 如果你看得太短线的话 那些东西变得很快 我们都说一个星期才做一次review 帮不到大家 但如果你说在资产分配上 我觉得未来大家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说 第一方面不用这么积极买东西 特别说股市 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你看到早上其他出现反扮 特别美股方面可以考虑逢高监视 港股 你可以不做太多 抱着心态 每次两万点留下的时候 才去想买东西 所以这一刻 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特别偏短线 我们的overall idea 真是少做少错 有利润在身 那就开始不断推高指赞位 至于你说 如果本身高位拿下来 错了很多输 很多上阶八都这么说 之前的低位都见过 还有什么很害怕的 但如果 你看短线的走势上 你就真的要花很多功夫 很多时间 你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做短线补乳 没有的 都是最后一句 平衡自己的风险 就是如果你在说 之前说 应该的低位 你都承受到风险的时候 下次都应该可以的 正常的风险情况是这样 但如果你纯粹 不断以追加股的角度上 那你如果减持 这些位置是应该减持的 但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低位再去买 不好 好